我們拍完開箱之後 我們已經默默使用Stream Deck 差不多三個月了 我們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鬼咚咚 拍完開箱我已經用了 拍完開箱之後 我已經默默使用Stream Deck三個多月了 我們就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Stream Deck 簡單來說就是 它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 就是有了它不會讓你變更厲害 它只是會讓你節省比較多時間而已 它不會瞬間讓你變成本來畫畫普通 變成畫畫變超強 或者是你用什麼軟體啊 忽然變得超厲害不會 那就是一個讓你 像是可能有一個設定 然後上面有一個選 你的軟體上面有一排資訊 那你可能要到什麼設定 什麼編輯啊 那拍完開箱之後 我已經默默 那拍完開箱之後 我們已經默默使用這個Stream Deck三個多月 那我們就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Stream Deck 到底是什麼東東 到底推不推薦 那簡單來說就是 這個東西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 就是你有了 不會讓你變得超強 變超厲害 它只是一個讓你節省時間的一個工具 所以你任何做的軟體任何事情 你其實不用Stream Deck都可以辦到 那你要用的那些Macro 你其實也有電腦的一些軟體 也可以執行一些Macro Macro就是執行一系列的 你需要叫它做的事情 可能是先開啟一個網頁啊 切換你的個人檔案啊 然後再開一個網頁 然後再貼上一個文字 然後打開一個網頁 然後把那個截圖 然後再轉換資料各種 就是一連串你需要人去做一個 反覆去執行一個東西 那你可以把它設成一個Macro 你就按開始 然後它就會幫你執行所有的東西 那你不用Stream Deck 就可以做這些東西 因為有很多很多的軟體 都有辦法這樣子 那有Stream Deck 它只是一個讓你快速 開啟你想要的功能 或是快速執行你要的軟體 或是就是你假設有一個快捷鍵 Ctrl Shift G 之類的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設到某一個按鍵 那你就可以快速去按它 你不需要再去用滑鼠 然後去點那個 打開什麼上面的選單 然後再按選單裡面的第四個選項 然後的第三個選項 就是我不用再用滑鼠去尋找 先去找滑鼠在哪裡 然後我找到滑鼠 然後去瞄準那些按鍵去按它 我直接就是手伸過去就按了 我可能更熟悉之後 我直接手摸就好 我連Stream Deck看都不用看 因為Stream Deck中間也有一個像是鍵盤的F 這樣凸出來 F跟J F跟J有凸出來的那個點 正中間也有一個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手摸 你就知道到底我要按哪些按鍵 它就有點像是一個延伸的鍵盤 讓你多出更多按鍵 就像數字鍵盤一樣 它就是概念就跟數字鍵盤一樣 你沒有不會怎麼樣 你還是鍵盤上面有數字鍵盤 但是你有了 你打數字是不是更快 你可以更直覺 而且你甚至是可以閉著眼睛 你可以直接 然後就可以快速輸入你想要輸入的東西 直接用腦袋去控制東西 而不是用眼睛去用滑鼠在指 說我要這個設定 然後再移到那邊 然後再去調整 然後下一個設定 我要再找滑鼠 然後再移到那邊 然後再做調整 就是一個省時間的概念 使用StreamDeck 這麼多時間的心得 因為它來到線路 就變了 是在一間歷하면서 看起來 很快 就在看右邊 給你一次 一間歷史